何時都說過馬路真的要小心 一個53歲的男人 星期三晚9點多 在旺角通賽街吃完飯 過一條馬路 就被私家車撞到 還捲到車底 現場留下了大灘的血跡 他拋了地 然後呢 小朋友來救他 整架車積起了 救了他出來 是 49歲的私家車司機 意外之後在現場接受調查 被撞的男人身體多處嚴重受傷 送往廣華醫院搶救 最終不治 私家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他現證被扣留調查 案件就交由西九龍總區交通部 特別調查隊跟進